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去了坟地 回家的路上看到有寺庙之类的 最好就是进去拜一拜 因为寺庙本身是能够保佑人的 所以去除晦气的效果自然也会很好 进入寺庙拜一拜走一走 自己身上的晦气就得以去除了 此时再回家对家人和自己都会有好处 三 既接触幼儿 我们从墓地回来难免会带着病气病菌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直接接触幼儿 毕竟幼儿的免疫力很差 容易被病气病菌感染 导致生病的情况发生 所以我们要将身上的衣服换掉 将自己清洗之后过一阵再去接触幼儿 当然家中没有幼儿的便不需要担心 四 既情绪消沉 从墓地回到家中 心情必定会低落一段时间 甚至情绪会十分消沉 但是我们要注意 绝对不能将消沉的情绪带回家中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情绪影响到家人的心情 对家庭和谐十分不利 二来也是为了避免消极的情绪影响到家中的风水运势 导致家中财运无法提升 五 上完坟回家建议直接洗澡 很多人上完坟之后回家喜欢躺着坐着 休息休息 或者直接在客厅或者房间里打个盹 虽然上坟扫墓确实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但上完坟回家最好还是直接洗个澡 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洗掉 避免在上坟的时候招惹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上完坟之后回家直接洗澡会比较好 另外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上坟是一件老累的事情 在外奔波了一天 必然会沾染到一些灰尘灰土等 直接洗澡更加干净也更加舒服 六 太阳落山要关窗 上坟回来首先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是要注意太阳落山要关窗 古人认为清明节阴气很盛 到了晚上太阳下山天地间的阳气消散 这时候开窗会让家中充满阴气 甚至还会被孤魂野鬼闯入家门 破坏家中运势充满晦气 按现在的解释 晚上关窗也很有必要 清明时节晚上依然寒气袭人 人们上坟劳累了一天 为了身体着想 以防寒气侵袭而感冒 所以在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及时关闭窗户 七 上完坟要赶在天黑之前回家 上坟的时间是有规定的 一般来说上坟扫墓最好选择阳气比较重的时间 也就是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三点之前 因为九点到三点这个时间段 是阳光充足 阳气旺盛的时候 这个时候去上坟扫墓可以确保自己不受阴窄阴气过分的影响 也不至于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上坟的时间一定要注意 除了要注意上坟的时间以外 我们还需要注意上坟回家的时间 一般来说要赶在天黑之前到家 若是天黑之前没办法回到家的话 就容易遇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各位在上坟扫墓的时候 一定要把控好自己的时间 八 上完坟之后不宜去别人家 很多人上完坟之后觉得时间上早 会选择到别人家做客 但是其实根据风水习俗来说 上完坟之后是不宜去朋友家做客的 毕竟这样容易导致物会产生 容易影响到朋友的运势 甚至时运低的朋友还可能会因此而生病的 如果上完坟觉得时间上早的话 可以选择在家附近的商场逛一逛再回家 这样也是可以的 九 上完坟之后在家要聚餐 一般上完坟之后全家人都要在家聚餐 餐食以素食为主 可以吃一些馄饨饺子之类的面食 但绝对不宜大鱼大肉 所以对于这些上完坟回家之后的讲究 各位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在清明节上坟的时候 要严格遵守 二 扫墓禁忌 一 孕妇避免扫墓 孕妇最好避免清明的扫墓活动 这不仅仅是阴气重的影响 从别的方面来说 清明时节是非常拥挤的 为了胎儿的安全并不建议孕妇去参加 再者扫墓的气象和周边的环境 均不利于孕妇的健康 此外是女性有立嫁 也要避免此类活动 二 既穿鲜艳色彩的衣服 清明节是不能穿大红大紫去上坟的 这样是对祖先及仙人的不敬 相信大家也不会穿这样的衣服 去参加此类活动 不过总有人疏忽大意 在佩戴首饰不经意使用了红色 内衣及贴身衣物都不可穿戴有关红色的 除了本命年以外 三 外人不要参与他人的扫墓 清明的时候作为外人的身份 去参与扫墓是比较忌讳的 容易着治不必要的麻烦 毕竟不是一家人 四 不可在墓地照相 大家扫墓的墓地是为了祭祀祖宗而不是去嘻哈玩乐的 大家扫墓的时候最好心怀敬意 专心谨慎 千万不要在墓地合影 甚至随意地照相 五 修整墓地 墓墓上长植物杂草的必须要清除 需要好好地清理杂草 增添松土 整理周围环境 使墓地看起来整洁 这一点最重要不过 要知道 所谓扫墓 身体不佳避免扫墓 一个身体正处于生病状态或是虚弱状态的 或者最近运气不佳 诸事不顺的人 最好不要去参加扫墓活动 因此此类人正处于总体运势低迷的状态 极易招致晦气 六 改日记组 尽量避免双休日或其他扫墓高峰时段 如今市民私家车增多 高峰记扫会因交通拥堵 为出行打来麻烦 可选择乘坐各类公共交通工具 或将扫墓时间拉长 七 别错过记组及时 清明记组要选对及时 只有在正确的时间 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望运 一般来说 上坟记组在上午进行比较好 最好能在十五点前完成 因为一道黄昏 阴盛阳衰 对先人和自己都是非常不利的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搓搓额头和眉心 可搓搓头发 自己谈谈双肩的衣服 避免邪气沾身 八 身体不适 避免扫墓 一个身体正处于生病或是虚弱的状态 或者最近时运不济 诸事不顺的人 最好不要去参加扫墓活动 因为此类人正处于总体运势低迷的状态 结意招致晦气 邪灵上身 因为阴晦之物最吸气运低迷的人 这种人缺乏人气 容易侵犯祖先 九 发不遮额 寄满鞋 事实上清明节也算诡节 当然在发型上是需要注意的 尤其头发不能遮住额头 额头是人身体的神灯所在 是不可盖住的 同时鞋子也不要在当天购买 因为鞋同鞋 有点常识的朋友 大多不会在这天购买鞋子 以免不吉利 因为墓地是阴灵的安居之所 故不可跨过坟墓及贡品 大声喧哗 嬉笑怒骂 乌言会语 乱跑乱碰 随处小便 这样做不单只对自己的先人不尊敬 而且对附近的灵体构成滋扰 更不能践踏别家坟墓 或对墓穴设计平头论足 会被视之为亵渎 遇到不好的气场 那便惹到一身麻烦回家 十一 奉香给山神土地 扫墓时 除了将带来的香烛铭抢 鲜花果品 纸钱酒等物 及仙人生前喜欢吃的东西 祭祀礼品多寡随意 摆放在墓前外 还要燃点香烛 奉香给看管墓地的山神土地 因为山神土地是墓地的守护神 此后才是恭敬地向仙人叩拜上香献花 然后燃烧铭墙 垫酒 即将酒撒在地上 这代表向仙人敬酒 礼必可以聚餐饮酒 待香烛点完后可离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进门